做一个网站要花多少钱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最直接的回复就是 从几十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 当然还有更高的 具体价格取决于你的需求 这个视频我会和大家分享三种建占方式 这三种方式成本相差巨大 最后再分享用wordpress 搭建独立网站的成本分析 先说第一种限制型的网站 做网站是一种服务 它不同于产品 产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一个汉堡平时卖20块钱 优惠的时候卖9块9 网站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有很多网站建设服务 也越来越像产品 越来越产品化 比如SAAS类型的网站 它的模式是用户先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一个账号之后就拥有了主机 二级域名 还有网站后台 网站前台 这一套东西都有了 用户只需要登录后台 从后台修改信息 比如添加公司的logo 添加文章 添加产品就行了 一般他们提供的免费版功能都很少 如果你觉得免费版功能太少 可以付费购买他们的标准版 或者高级版 每年几百块钱 或者几千块钱 也有上万块钱的 这是每年都需要交这么多钱 这种网站建设模式 它的优点是简单易用 容易上手 另外它的售后支持比较完善 这种方式的缺点也比较多 主要缺点就是限制比较多 因为它不是独立网站 网站的数据都在第三方 等以后网站发展大了 数据不能转出 另外它的扩展性比较弱 就算你购买了它的高级版 功能也是比较有限的 而且价格比较贵 第二种网站建设方式 我把它叫做价格不明感性 这种建设模式的甲方 可以做甩手掌柜的 买家只负责提需求和验收就可以了 买家指哪 卖家打哪 这种做网站的方式 价格不固定 卖家根据买家的需求来定价 一般都比较高 第三种网站建设模式 经济适用型 或者叫性价比型 那就是用wordpress做独立网站 这种方式我认为是目前最优解 那需要花多少钱呢 每年只需要支付玉米和主机的费用就可以了 加起来价格在1000左右 它可以实现第一种SaaS模式的那种方案 每年几千甚至上万的效果 但wordpress建设的方案也有缺点 那就是入门的门槛有点高 它不像第一种方案那么顺滑那么平滑 所以这种方案很多人都不知道 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用wordpress做独立网站 要花多少钱能做什么样子 这里说的wordpress是wordpress.org 并不是wordpress.com 那个wordpress.com是第一种方案 是SaaS方案 我下面介绍的是wordpress.org 是做独立网站的产品 用wordpress做独立网站都需要哪些成本呢 我们先来第一组 那就是必须要用的 而且需要花钱买的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玉米儿 玉米儿每年100元左右 从国内或者国外买都可以 价格差不多 第二需要主机 便宜的主机每年200左右 贵的有每年1000多块钱的 网上也有很多免费主机 不推荐大家使用 第一个是玉米儿 第二个是主机 第三个就是wordpress主题 价格在60美元左右 和人民币500块钱 wordpress主题一般是一次性购买 终身可以更新 不需要每年付费 通常这60美元的主题 只能用于一个网站 一个网址 不能多用 另外网上也有很多破解主题 不推荐大家使用 wordpress的付费主题 一般都包含大量的 不同行业的演示站 购买一个主题 能同时拥有这个主题里面 包含的所有演示站 适合于不同行业 下面再来一组成本 必须要用 而且是免费的 这里面也有三个 第一个是wordpress 语言代码 原码 wordpress是免费开源的 它支持中文和多语言 国外有很多网站 都在用这个系统 第二wordpress插件 绝大部分插件都是免费的 比如wecommerce 做产品的插件 还有recommence 做SEO的插件 还有elementor 这是做编辑器的插件 等等 这些插件有免费版 也有付费版 免费版基本上够用 第一个是wordpress原码 第二个是wordpress插件 第三个是wordpress主题 上面说的那个是wordpress 付费主题 wordpress也有很多免费主题 但是这个免费主题 一般都比较弱 功能有很多限制 一般都不够用 如果你要做一个页面 而且没有什么太多要求 可以用免费主题 上面那个60美元的主题 也可以省掉 说了两组成本分析 下面再来第三组 是时间成本 上面说的六个 像玉米尔主机 主题 wordpress原码插件 还有免费主题 这些东西都是产品 但是产品是死的 产品自己不会自动变成网站 需要有人 把上面提到的那些 付费的免费的产品 做成我们需要的网站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因素 是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 相当于饭店里的厨师 他把生的食材 加工处理 服以佐料 做成美味可口的食物 食材和佐料 不会自动变成食物 就算是煎个鸡蛋 煮个方便面 他也得需要有人 把方便面煮熟 把鸡蛋煎熟 那么煎鸡蛋 或者煮方便面 和做一桌美味佳肴比起来 这个材料成本 和人员成本 差别是很大的 这个人工成本 同样取决于你的需求 你是要方便面 还是要吃大餐 回到我们聊的 wordpress网站 具体这个人 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 需要获得上面提到的 那些产品 免费的付费的都需要 相当于做饭的食材 第二步 从零安装 wordpress主题和演示站 这一步相当于 把那些生的食材 变成熟的 第三步 在已经安装好的演示站 做修改 修改成我们想要的网站 这里面又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简单的需求 一个是复杂的需求 先说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 替换一下网站的logo 替换一下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这些页面的文字和图片 然后把服务介绍 再改一下就可以了 像这种级别的修改 很快 如果会的话 三五天就可以 做好一个网站 如果是复杂的需求 那时间就不一定了 比如你购买的这款主题 它没有提供的效果 或者功能 你非得想要 那就要看缘分了 要花很多时间 去寻找解决方案 要去研究 去测试 最后有可能找到 也有可能花了很多时间 和精力 最后还是没弄出来 这都有可能 所以你的需求 直接决定成本 关于用Wordpress 做独立网站 我推荐两种方式 如果你有适合的人 喜欢学习 爱研究这些东西 可以让他去做这个网站 如果你没有适合的人 自己也不想花时间学习 可以请专门的公司 来做这件事 关于做一个网站 要花多少钱 我的经验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Archat 欢迎关注收藏 转发评论 更多的Wordpress 做网站 相关经验分享 我们下次见